期待 阮羽, 去回收嗎? 是的, 早上幫你 是, 好, 謝謝 我們今天做了環保5R的其中一個R 就是循序回收再用 說起循序, 你知道台風名 都可以循環再溶 我興奮, 2013年有個颱風叫山竹 五年之後又有另一個颱風 也叫山竹, 而且破壞力超強 西北太平洋和中國南海 是全世界颱風最活躍的海域 受到影響的14個國家和地區 包括香港, 成立了颱風委員會 由2000年開始 每個會員都會提供10個颱風名 就湊成了140個名稱的名單 但由於這個地區 每年大概有二十多三十個熱帶氣船 所以大概每隔五年 名單裡的颱風名就要重頭順序再用 我們知道最早為颱風起名的 是一個澳洲預報員 他當時特意用一些政客的名字 去命名颱風 他就可以在天氣報告中 名正言順地形容某些人 造成極大傷害, 從而瓜苦的政客 挺幽默的 香港初時的名字 全部都是西方女性的名字 但颱風始終有點負面 所以女生不太喜歡 到1979年就加入了西方男性的名字 剛巧那年就有個風的名字叫Gordon 跟當時的台長的名字一模一樣 Gordon離開了香港之後幾天 就在一個超強颱風河背集港 當時在天文台內部 流傳了一句語大相關的笑話 就是After Gordon, There is Hope 意思就是說 當Gordon台長退休 副台長就可以坐正了 我們 już在那裡 謝謝你 我們就先看 在那裡 我們有很多個變化 我們不在三個月的 我們有很多個變化 我們以為我們由你來